菊花 菊花一般而言会在秋季开放 但是它的种类繁多 有些品种的菊花会在其他季节上开 菊花是菊科菊鼠的多年生草本花卉 它细细阳光耐干旱 也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所以在养护时要根据季节变化 调整养护策略 让它花开得更盛 因为菊花的种类繁多 而且其他种植地区也各有不同 所以是没有统一的开放时间的 不过大多数的菊花会在秋季开放 菊花分为夏菊 秋菊 韩菊 四季菊等 夏菊在5到9月开放 秋菊在10到11月开放 韩菊在12月到1月份开放 菊花是菊科菊鼠的多年生草本花卉 生长到为期烧橙木植花 它的根系发达 生长高度在80厘米到150厘米 叶片 前列或者深列 叶圆有锯齿 花朵是有几十多小花组成的 密集的聚集在一个 别圆形的花托上面 大多数菊花在秋季开放 它的适应性是很强的 对于土壤和气候条件都不严格 但是在疏松枚窝和富含腐质质的 沙质土壤中能够很好的生长 它是短日照植物 在长日照的季节中 长势不算很好 在立秋9月下旬 日照时间缩短 它才开始进行花芽分化 在寒冷的季节中 开出夜里的花朵